原标题 重庆发现明代大墓 韩国一家族坐不住了 直言墓主人是其祖先 在重庆这座名城悠久的历史中 只曾出现过一位台国皇帝 是原墓十七大下国的建立者 然而此人的墓大被发现后 韩国的一个人数颇多的家族却十分着急 所有家族内的人都坐不住 纷纷跑来重庆认祖归宗 这是怎么回事呢 再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重庆的江北区 发现了一个原墓名出的规模很大的古墓 我国的考古专家经过勘测 考证后认为此墓的主人 就是大下国开国皇的 明玉真 墓中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 以及文献记载 然而这个消息传出去后 一个拥有数万人的韩国家族十分激动 纷纷赶到了此地祭奠参拜 并将明玉真认作了祖先 原来明玉真是原墓 众多农民习义军中的首领之一 早年间败在徐寿辉手下抗击元朝 后来陈有亮以下犯上杀死了徐寿辉 建立了陈汉政权 明玉真知道 此事后不肯归顺陈有亮 于是在重庆称帝建立了大下国 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 前往了府地完成中华统一大业 此时明玉真已经离世 他的儿子名声资历尚浅 年纪也很年轻 没有过多抵抗就投降了 朱元璋为了避免明生受人指使 再次起兵造反 于是就将他送到了高丽国 而明生前往高丽国后 在高丽娶了个公主 但下子嗣 并且一代代的传承了下来 发展至如今已经是大家族了 当明生的后代听闻名玉真的墓葬 被找到后十分激动 许多家族中的人都赶来了重庆 直言明玉真是他们的组建 要进行祭祀参拜 这个请求被当地相关部门答应后 这几万韩国人轮番前程的 拜祷在明玉真目前 可以说认祖归宗的愿望十分强烈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